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 一区区英雄赞歌传承着国内的豪情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 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 上映于1954年的渡江侦察记是一部黑白影片 影片讲述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 解放军某部为了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 派李连长带领一个侦察班先行渡江侦察敌情的故事 渡江侦察记这部经典老电影 反映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李连长 老班长 小马等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 也都有人物原形 只不过在一些故事细节上 电影做了艺术化的处理 今天我们就通过渡江战役的一组历史遗存 为您讲讲渡江侦察记背后的历史故事 辽审 平津 淮海三大战役后 国民党军队在湖北宜昌到江苏江阴的 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长江南岸沿线 部署了约七十万兵力 妄图依托长江天险 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在长江北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 及地方部队共一百万人 准备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为了侦察敌军在长江南岸的布防情况 1949年4月6日 由华东野战军第27军组建的一支先前渡江部队 趁着朦胧夜色偷偷渡江前往敌区去执行侦察任务 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 执行侦察任务的指战员们穿的都是解放军制服 事实上 深入敌区进行侦察 必须进行伪装 当时的先前渡江部队 三分之二的人改穿国民党士兵的服装 三分之一的人换上了变装 偷渡长江后 渡江侦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展开侦察活动 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盏信号灯 就是渡江侦察员使用过的器物 这支大木盆是当年渡江侦察员使用的渡江工具 它呈火圆形 比普通木盆略大 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 侦察任务完成后 小马游过长江送回了情报 事实上 当时的侦察员并非游过长江 而是划着这支大木盆返回了部队 当时侦察班长齐靖虎率领王林芳宋协议等侦察员 奉命前往长江中心一个叫黑沙洲的小岛上侦察敌情 白天侦察员们藏在芦苇丛里靠野生植物冲击 晚上他们顺着电话线摸到敌军的指挥部 偷听敌军与上级的通话 然而当侦察员摸清了岛上的兵力部署 准备返回时 却发现一条船也找不到了 原来岛上的百姓和所有船只 都被国民党突然驱赶到了长江南岸 侦察员们一时陷入困境 他们焦急地寻找一切可以渡江的工具 偶然间侦察员们在一间小屋里 发现了一只大木盆 当天晚上他们将木盆抬到水边 趁着夜色练习滑水 开始木盆总是东倒西歪难以控制 稍不留神就会翻到水里 经过反复练习 侦察员们才掌握了滑木盆的技巧 终于在渡江战役开始前的一个夜晚 划着大木盆返回到了部队 为此齐靖虎等人获得了人民英雄的称号 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 就是以齐靖虎为原型创作的 先前渡江部队不仅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 还破坏了敌人的通讯联系 侧应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 事实上为了保障渡江战役的胜利 除了开展侦察活动外 中共地下党员还会潜伏到敌人内部去进行测反 在渡江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 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江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留存至今的黄山炮台上 依然可以看到清代的药武大将军和镇武将军铁炮 对于国民党来说 江阴要塞是京护航江防的支撑点 一旦被突破 南京 上海 杭州也就保不住了 所以从1946年开始 国民党就不惜工本地整修江阴要塞的黄山炮台 经过国民党的苦心经营 渡江战役前的江阴要塞有总炮台一座 大炮台三座 游动炮团一个 配置有功能不同的各类火炮进百门 驻军七千余人 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 整个江阴要塞 山顶有炮群 山腰有嵌好 山脚有地宝群 港口有木桩铁丝网 江面有巡逻舰船 形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 成为国民党在长江沿线精心设置的一道雄关 负责防守的国民党金护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道 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 共军就是老虎狮子 也休想攻下他 考虑到攻克江阴要塞是一场关键之战 如果以硬碰硬 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47年秋天 就着手进行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 经过策反活动 到渡江战役前夕 江阴要塞的高层官员 如炮台总长唐炳林 守备总队长吴广文 工兵营营长唐炳玉等人 都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 不仅如此 江阴要塞的黄山 萧山和军山等 几个山头的要害部位 也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了 当时的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 几乎成了江南地下共产党员的大本营 对江阴要塞信心十足的汤恩伯想都想不到 从这个司令部里进出的大部分人身穿国民党制服 却早已是心向共产党做好了迎接解放军渡江的各项准备 无论是先前渡江部队的侦察活动 还是江阴要塞起义的策反活动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中 1949年4月20日 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 毛泽东和朱德于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晚和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在西起江西湖口 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 先后发起渡江战役 在渡江战役中 指战员们冒着枪连弹雨奋勇向前 争当渡江英雄 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些凶章和袖章 就是渡江战役中解放军指挥员的佩戴职物 渡江战役中 与指战员们一起强渡长江的 还有长江沿岸的众多渔民 他们驾驶着自己的渔船 将解放军送过长江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艘船 被称为渡江战役第一船 他的主人是安徽潮湖渔民张孝华 当时张孝华带着儿子张友香 驾着这艘船冒着纷飞的炮火 将26名解放军战士最先送到长江南岸 时至今日 船身上遍布的弹孔仍然历历在目 让人不难想象渡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 有趣的是 江因军事文化博物馆也有一艘渡江英雄第一船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渡江战役第一船呢 因为战线拉得很长 人民绝望军参战的部队很多 所以在渡江的这个战线上 各个江段 它的地区分布非常广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有国家博物馆保留的渡江战役第一船 还有江因的渡江战役第一船 实际上呢 他们都是各个地区登上长江南岸的 那个地区的第一船 江因渡江英雄第一船的主人 是当地的渔民王小弟 在渡江战役中 王小弟用这艘渔船载了五十多名战士 率先渡江 登陆深港徐村渡口 并且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 往返六次运送解放军渡江 新中国成立后 这艘渔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 授予了渡江英雄第一船的称号 渡江战役打响后 万传齐发 无论是安徽张孝华的渔船 还是江因王小弟的渔船 都只是沧海一宿 江因博物馆收藏的渡江战役的一些讲状和讲题 可以让人们了解到更多英雄船工的名字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颁发给徐林才 蔡全云 徐满才的人民英雄船只讲题 这些是苏北第一渡江司令部颁发给孙全荣等人的讲状 昔日的渔船 也要坚持修建 他有为何在团和行宫竣工三年 不曾下榻至此 下期国宝档案 为您讲述乾隆与团和行宫背后的故事